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一边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一边鼓吹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所谓的台积台造就是蔡英文时期喊出的口号 不过据台媒报道 作为所谓台积台造政策的指标 台湾自主研发的永英高级教练机 目前交机进度落后 而且下一代战机研发已被台防部门喊暂停 据台媒报道 有关研制台军下一代战机的进展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表示 下一代战机研制有两个观念 第一是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要成熟 第二是必要装备能外购获得 顾立雄称 必须要这两个条件成熟 而现在有一些关键技术还没有成熟 这等于间接证实下一代战机研发已喊停 其实 外界也从不看好台湾有能力研制下一代战机 认为政策眼高手低 只是因为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一头热 加上民地党当局力推所谓台机台造政策 所以才没有人敢阻挡 至于台湾自主研发的永英高级教练机 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指出 永英高级教练机因为有IDF金国号战斗机研制基础 难度不大 门槛不高 台湾汉翔航空工业公司才能顺利量产 然而性能是否完全符合台空军需求 仍待时间检验 据台媒此前报道 台湾汉翔公司工程师前不久在社交媒体 发布大量战机制造的机密资料 恐有泄密疑虑 今年9月27号 汉翔公司曾对外说明 一架永英教练机服役期间 发现机舱噪音及抖动现象 反场进行测试 台媒分析指出 民进党当局高喊8年的台机台造政策 很可能在永英全数交机后画下句号 如此一来 所谓台机台造政策无以为继 人去正息 只剩口号 以上 我们下期再见